我一个小孩子这样已经被你毁了 被你贴了标签 被你伤害了 耳朵发红 还有点擦伤的血迹 台中一名15岁男高中生 贝老师以性别歧视的用语对他辱骂 事情发生在台中一所私立高中 高音男学生上课时 疑似做出装可爱的声音与肢体动作 贝老师以不但言辞制止 男学生回呛老师 老师一气之下 当众扭伤男学生诱饵 皮肤疑似被指甲划破 留下明显的伤口与血迹 老师事后带学生去冰敷双方互相道歉 但家长发现孩子受伤 气炸了 经过协商 老师同意在班上公开道歉 医疗协助处理 课堂上不会特别对待 对家长提议更换科任老师没有意见 但家长要求老师要负担再学学费 三年大约是二三十万元 对孩子的供应侮辱 要做出伤害补偿 而且因为事发后有其他同学呛瞎 不要为难老师 老师我照的 家长进一步要求 往后在学校的人身安全 要由老师负责 有学长就在他们一年级的教室外面走动 我们要去访谈的时候 外面就一大堆都是他的学生在那边 老师的丈夫看不下去 在社群贴文指控 家长要求支付近身抚慰金 直到学生六十五岁为止 老师认为超过合理补偿范围 无法接受 绝对没有这回事 然后请他提出证据来 因为他一直在抹黑我们 学校指出这名男学生这两天生病请假 但是最近到校上课 科业学习与人际互动 都是正常的情况 教育局强调 教评会已经对老师做出惩处 但家长还是对老师提告 伤害与公然侮辱 后续交由司法解决 华世新闻林剑峰张春风台中报道